这边有十几个国家 十一个国家 对 然后大部分都是欧洲为主 导览到一半突然停电了 高雄邮政博物馆工作人员 只好拿手电筒照明继续解说 红海首批Model T电动巴士交车仪式 少了陈其迈市长 因为要掌握停电的影响 提前离开 全台大停电原因在高雄的新达电厂 应该是新达电厂跳脱 因为我跟台电公司有联络 然后我们那个应变中心已经成立 应该是一个保险 我的了解因为他现在在大修 因为跟台电公司联络 那大概在两站伊朗 大概大规模的停电 然后在北部地区 因为有保护性的一些电路 所以也有一些跳脱的现象 现在电脑可以用吗 完全都没有 完全没有 不然都不能用 电脑断电 市府公务人员没有办法正常作业 工作被迫停摆 而街道的红绿灯也不亮 交通大混乱 高雄的重要路段 至少有191处的红绿灯不亮 近600名的警力全力出动指挥交通 而高雄的捷运有两部列车 紧急停驶在平面路段 一共有17名的旅客在轨道上疏散 其中桥头火车站往南岡山的方向 9名旅客行走一公里 而台南的列车误点乘客的行程被耽误 目前的话是行驶台南行走于高雄 然后我们高雄到屏东 还有另外的高雄那边会办接驳公车 屏东到潮州的也有 目前现在全省停电 那个火车电车线都没电了 要等台电复电了 嘉义还有人被困在电梯 消防人员用器具打开电梯门 困在里面的女子终于被救出来 陆续传出有人受困电梯 高雄在一个小时之内也有49件 警销人力有限 大停电当下也只能逐一排除各种状况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那对这样的大停电呢 我们特别感到抱歉 跟大家致意 那造成特别是南部 非常的不方便 特别感到深深的歉意 经济部长王美花率领台电一级主管出面道歉 但全台又大停电 从早上9点07分开始 因为高雄新达电厂开关场事故 导致南部地区电力供需失衡 上午10点钟之前 经济部长王美花敢抵台电作证 但过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才开记者会说明原因 听说是蹦了一声 但是大爆炸应该是不是 新达电厂的这个部分 详细的部分台电还要再确认 那因为第一时间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细节 到底新达电厂发生什么事故 经济部和台电要再确认 但大停电后 这段新达电厂烟雾弥漫画面曝光 台电证实但也澄清 这是因为跳机后 水汽增加才会出现蒸汽 不过因为高雄新达电厂开关场事故 导致台南隆旗超高压变电 所以南机组跳脱 系统自动切离保护 南部地区停电 瞬间影响全台电力系统 才引发中北部地区低频卸载 导致中北部部分地区用户停电 台电说事故发生时系统被转容量达到24.61% 不过全台电力受影响也紧急启动水力发电 南部各电厂巡检 另外燃气燃煤和核能也陆续启动 预计中午前后能恢复 北部的地区会在中午以前 北部的地区因为是低频卸载的关系 所以中午以前应该都可以恢复 那南部的地区呢 也会从中午就开始陆续恢复的供电 这一起全台大停电也造成瞬间 一千零五十万千瓦的电力停止 全台停电总加户数 以及是否造成产业界损失 还要等台电清查后说明 TVB的新闻徐国宏 今晚中午报道 那很遗憾的今天303又来一次的大跳机 然后大跳电 那我想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的政府 该做的要做 不要再沦为这种 那个执政党不折不扣的选举买票的一个机器 我们要求 台电董事长下台 所以我们要求 王美花部长下台 另外针对这次的损失 所有的损失 台电全得补偿 去年五月全台才大停电 经纪部长王美花今年初才提到 对于工电经济部已经做好因应措施 对于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忧心 可以说明甚至说要赌鸡牌 结果明明不是用电尖峰时段的三号上午 全台竟然又陷入大停电 今年我们预计用电尖峰仍然会成长 但有几项工作已经实施 我们会确保供电 中午的日间用电尖峰已经不再是问题 甚至有余裕 甚至总统蔡英文一号才跟工商大佬们会面 直说全台供电稳定 还强调尖峰时段也不是问题 结果下午竹科就跳电 年代影响新竹东区大范围供电压降 短短不到几天 三号全台从北到南又停电了 甚至传出陆续灾情 稳定供电是否沦为口号治国 面对质疑总统府发声明表示 对于停电事故造成民众不便 表达歉意 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停电 礼拜四上午九点钟 全台湾忽然好多县市 经常停电状况 包含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后置 已经停摆了很长的时间 最危险的就是一早 好多人九点多准备要外出 各县市发生不少电梯受困案件 除了在基隆还有 台北市上午十一点前 获报的电梯受困案至少47件 新北市也至少65件 甚至还有17件火警通报 以及桃园也有多起民众受困电梯 最头痛的上午这时间 是大家准备营业 店家运气好的铁门已经拉起来 运气差的门根本打不开 目前就是我们所有的订单被取消 这些库存就只能自己吸收了 刚好这是尾停电之前街道 对街道大家已经做完了 系统跟司机联络可能也出了问题 整间店屋漆妈黑 只剩下炉火的监台照厂作业 台北内科周遭美食商圈 整条饮料街都停摆 过早就快一个小时了 快一个小时 从九点出头开始停电 一张单都没有 人来人往的还有菜市场 基隆仁爱市场 猪肉摊上摸黑剁肉 市场里头一点 还有人必须要点蜡烛照亮 才能做生意 民众抱怨连连 而且这次不光一般店家住家 连邮局银行这类金融系统机关也受冲击 ATM直接黑荧幕关机 全台有民众强领一半就被系统影响 不光自动柜员机出包 整个柜台也没法服务 电脑完全没办法打开 全台湾先看北部 双北至少将近12万户停电 桃园19万户 基隆15万户 新竹10万户 台东2万户 花林1.9万户 宜兰2万多户 这电一停 可能造成不少人电气故障 冰箱内食材坏掉 还有一点很重要 各诊所 不论是COVID-19疫苗或其他疫苗 疫苗的温度 疫苗需要保存的温度是2到8度之间 现在已经到4度 因为已经停电停一个小时了 超过1.5个小时 保存异常全体送回卫生局 3月3号一早 全台停电交通道民生都大乱 TVS新闻综合报导 远景路口指挥交通暂时取代红绿灯 因为全台东市多处路口都像这样 失去功能 路旁的素食店只剩下蛋塔可以买 连锁咖啡店餐厅都没办法做生意 咖啡因为都不用机器的都没有电 外带也没有了 对啊就没有电 一旁的工友市场算勉强还能做生意 但是冰箱没电绞肉机也动不了 更惨的是水产业者不能送氧气 活跳跳的虾子都已经奄奄一席 苗栗竹南这间诊所里面挤满病患 但整间里头乌漆抹黑 只能用小灯继续看诊 电梯也不能用了 不少老人家长者自己抬着轮椅 拿着拐杖或是靠人搀扶 才有办法下楼梯 为在彰化花坛这间工厂 工作到一半也全部跳电 厂房没办法作业 员工只能改做打扫清洁 而在操厂里虽然还能够结账 但也只剩下仅存的备用电力 店员说顶多再撑20分钟 影响更大的还有云林的果菜分装厂 没办法用机器包装 只能改由工人手动 更惨的是冷冻柜里 上百吨的蔬菜 万一再不来电 保鲜恐怕都会出状况 如果停电的话 当然会有室温上的一个问题 那一些冷藏在冰库的一个农作物 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寿命会减短 而在南投不论是公所还是警局 灯都开不了没办法办公 就在入口更是因为后置不亮 造成两部车相撞 无预警大停电 十一住行全部大受影响 对于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中间中间 右边 对 对 对 卖仗里黑漆漆一片 店家在柜台上摆了小台灯 顾客上门买东西 就怕他们看不清楚摔倒 店员紧急拿手电筒引导 你看好我在开 下面来排 几点开始停电的 大概十一点半左右 就是无预警的 突然就停电了 柜台的话一样有那个UPS 不断电的系统 所以基本的收银都还OK 深夜十一点多 台南市永康区富国路一带 无预警停电 不仅卖场受影响 大楼也是黑漆漆的 有人洗澡洗到一半 吓了一大跳 也不知如何善后 大马路上没了红绿灯 交通也受影响 还好夜里人不多 整个永康地区 总计有6500多户停电 台电台南区处表示 清查原因 主要是仁德便店所 在深夜十一点十分 因为事故导致溃线跳脱 台电紧急派员巡视抢修 陆续恢复 一直到12点50分 6000多户全数复电 台电表示应该是 地下电缆故障念货 原本以为跳电事件就此落幕 没想到隔不到9小时 全台大停电 连着两次停电规模越来越大 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 被受关切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导 练车道站门却没开 里头人出不来 外面人进不去 东湖站月台急报 文湖县多站大打劫 不只东湖站塞 南港站等车的也大排长龙 通勤族很紧张 更担心上班要迟到了 今天呢 北节有发了这个证明 说因为系统运转的音速造成了延误 所以延误大概至少有19分钟 南港南北元出站 正当车站列车 发生二场结束 反攻自台湾车底车 列车停在轨道上 乘客车上只能大眼邓小眼 上班捡缝时刻 北节却系统出现异常 王动员方向列车 抵达东湖站后 因无法自动打开车门 疑似得该手动 导致东湖站挤满被要求下车乘客 想找个说法民众没人能问 捷运服务站空空的工作人员全出动 北捷事后证实 7点58分时一列车因为无法自动行驶 按SOP在东湖进站后 车上约40名旅客全下车清空 处理时间约9分钟 但调整班距到完全恢复正常 耗时会更久 多搭了多久 大概15分钟 如果等的人比较多 就是人塞 一上车之后就还OK 一上车就还好 速度还可以平常一样 列车异常原因将送回机场检查 搭捷运通勤 行程可不想再被打乱 TVB新闻杨金波周月峰 李明瑞无宣同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